以前有一個叫鹹香小館那個老闆 他是做廣東菜 然後呢 每次中午時間人家可以來 就說 老闆你快點啦 你菜上快點 可是他的菜是你現點 我才現做 他就出來 誰叫我快點的 誰 你啊 來 你去前面 自助餐最快 滾 這樣 就有作弦的 他很兇的 那也不必要那樣 而是說 人家要現做的 你就是要等25分鐘 對 慢慢來烤 烤 烤 他這個真的沒辦法吹耶 你是一次烤一鍋 對不對 一天沒幾鍋 十幾鍋 你就是一鍋在烤 一鍋在賣 再幾個爐就對了 對 哦 讚 繼續喔 好嗎 會 20塊 起一桌沒關係啦 可以啦 其實我們戲子還蠻多這種 頭蠻小吃 是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其實老店有他自己的味道跟船頭 那20塊 我覺得給他吃 給他起呼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你知道他就是變成是大家 因為他的時間就是從下午開始賣到凌晨 所以你知道嗎 你真的是隨時想到 你巴豆腰就可以去吃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小店 就一直在那裡 感覺那是 你可能記不住小時候經過的 住過的巷子 可是那個老的味道 那一攤 我記得 彷彿是故鄉的一個記憶跟一個回憶 然後味道牽沿著你 跟這個土地的連結 真的 我會不會太文青 有耶 老闆娘 稀稀耶 繼續 我覺得 兩塊喔 兩塊 這樣他以後找錢很難找 OK 只能說老闆真的舊甘心 如此好吃又低熱量的鹹粥 竟然只賣二十元 甚至連美人姐也贊運有加 不得不說 這實在是 端話公話有 而接下來 可以柔自信推薦的 第二道低熱量宵夜 便是旗魚米粉湯了 而究竟這道料理 有多厲害呢 看這絡意不絕的顧客 就知道 這間店在宵夜族群中的地位了 而究竟店村的招牌旗魚丸 會讓紅內來賓 給你什麼樣的評價呢 蚵米粉湯來了 米粉湯 而且是旗魚米粉湯 這家也是一個老店 先看一下熱量 旗魚米粉 非常新鮮的 米粉湯要吃乾臉吧 正常嘛對不對 440大卡 旗魚米粉湯 180 要第一碗湯喔 為什麼 而且它也是有肉 如果以米粉湯來看的話 其實一樣的體積是差不多的 但主要就是它配料的問題 對 你看如果你搭配 你光吃米粉湯太單調 不可能 一定會搭配一點小菜 那如果剛好你配到是豬肝連 而且米粉湯裡面 都是很多的內臟在一起煮有沒有 所以它那個熱量比較高 對 那肝連的膽固醇也偏高 那當然如果說用旗魚來代替的話 旗魚是算魚類 白肉 所以它基本上膽固醇少 對 蛋白質 好 都差這麼多 所以其實這一碗 就是這一家米粉湯 所以我已經知道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吃什麼會瘦 是 熱量會瘦 對 那你又想吃 你就挑 熱量低的 對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一碗米粉湯裡面 它裡頭都是旗魚肉 然後這個是 也是旗魚下去做的丸子 旗魚丸 旗魚丸 所以它 我覺得它就是說 跟別家的那種米粉湯 吃起來來講 它清爽很多 非常好吃 很多人非常喜歡吃 是因為 你在搭配其他小菜也很好吃 不是 不是又更熱量高了 對不對 沒有 就如果你吃真餐OK 我們剛剛講了 兩百 旗魚的米粉 一百八十五大卡 是沒有加丸子 就是旗魚的米粉湯 米粉跟湯而已 就是如果不完 其實這樣子也很好吃 也不加小菜 是 人家有自有節制 如果你沒有節制 你就 這一攤不要去 如果吃正餐可以加小菜 如果吃宵夜 就吃旗魚米粉湯就好了 OK 所以剛剛吃米粉湯 吃這個熱量比較多 這樣就對了 對 沒錯 很清爽 是是是 OK 好 謝謝柯宇柔 謝謝 接下來上菜的 是方瑜推薦的 手工酵素涼麵 沒看它 只是一道簡單的涼麵 其實裡面 可是大有玄機的 我們實際走訪店家 哇 沒想到在這個時間 居然還有這麼多人 看來在宵夜族群中 你卻擁有超高人氣 而究竟現場藝人們 是否會買單啊 好 方瑜 因為我們剛才 從一開始到現在 大家介紹的料理 我覺得都沒有真的 讓你沒有負擔 可是我接下來 要介紹的這道宵夜 是你不管你怎麼吃 你都不會胖 因為 怎麼吃都不會胖 真的 真的 我剛剛那一碗 才185大卡 我一定比你低 因為你先看一下 我首先介紹這道涼麵 麵怎麼會低 你看一下它的顏色 它是不是跟一般的涼麵顏色 有很大的差別 它是用就是沒有任何的添加物之外 它裡面加了一個 很厲害的成分 就是酵素 它這個酵素是紹興酒的後段 酵性酒在發酵不是會變成 就是類似醋的這個 醋嘛對不對 然後呢 把那個酵素放到裡面 去或破壞澱粉的結構 所以它這個麵是不會胖的 對不對 我們有講錯嘛 真的 老闆 真的 你自己講吧 對 因為我們有放酵素進去改變麵粉的結構 那再加上我們的這個醬汁 這個超厲害的 對 它是用那個 那個杏益香的 南投杏益香的梅醋 那你知道其實涼麵呢 熱量最高的就是麻醬 就是那個麻醬 可是我們用這個梅醋來取代 它吃起來是 我覺得美人姐一定會愛 就是酸酸甜甜 然後到身體沒有負擔 美人姐怎麼樣 試試看 你這個搭看看 可是還是要加麻醬不是嗎 這個我們是加那個 特調的 有一點芝麻醬 芝麻醬 對 一點點 然後呢再加這個梅醋 讓它的味道中和了之後 我覺得呢大家可以試試看 什麼叫改變澱粉結構啊 你有聽過嗎 這個是有可能的嗎 基本上那個 吃一點醋 對於減肥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呢 因為醫學上有發現 醋到了我們腸胃道 會抑制澱粉酶的作用 所以那個很多像這個麵 它本身消化以後會變成 加一點醋 澱粉 葡萄糖 那加一點醋 它就抑制那些葡萄糖的吸收 那這樣會減少熱量是有幫助 難怪北方人都吃麵食 可是也有胖子啦 但是很多人比較精壯 因為北方人吃麵要加很多醋 對 跟這個有點關係 不過要小心就是說 吃醋有時候會開胃喔 對不對 妳反而會變小心 吃了這一碗麵之後 馬上再給我來一盤鹹酥雞 吃吃看啊 來啊來啊 大家試試看 是不是跟一般的涼麵 很大不同 來來來 吃吃看 跟我們想吃涼麵的味道 真的不大一樣 我好像沒有吃麵 然後它的那個調味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對於夏天 我覺得對於夏天很炎熱的夏天呢 你也會覺得很解熱 就比較不會有負擔 所以它 還是麵啦對不對 對 麵 那我們來看一下 麻醬涼麵跟酵素涼麵 好 不好意思 麵醋來取代 味道很淡 味道會比較清淡一點 是 比較清淡 但是它的麵條質感是好的耶 也是很Q耶 不用放化學添加物 因為我們用酵素去取代 那個化學添加物 不行啦 這個顏色 沒有放一點掉白塊怎麼會白 不行啦 會致癌 沒有放 沒有啦 簡直是講潤筆筆 放掉白塊 所有成分就是麵粉 水跟酵素 對 OK 好 那這裡有我們的特色辣椒 可以試試看 愛吃辣的也可以加一點點 妳剛剛太淡了對不對 會覺得有點清淡對不對 妳會胖就是吃味道那麼重 口味是太重了 那醫師我想問一下 這個這麼清淡的 她剛剛吃起來就說 有點淡 她重口味 好 我們看她下了辣椒之後 試試看 這 特製的辣椒 怎麼樣 我覺得辣椒有辣 有辣喔 喔 這樣超好吃 多了 不是有說辣椒也可以減肥 是嗎 對不對醫師 多吃辣是不是 辣椒它會幫助燃燒脂肪 對啊 可是也是要小心 有的人吃辣椒 會不會大開耶 也是會反而吃更多 所以還是要控制 來 我們看杜思梅 剛剛沒有調那麼的味道重 你好像那麵吃不下去 對不對 現在加了辣椒之後呢 我怎麼覺得你臉紅了 你滾我腿去啊 他吃完了 好呆味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本來吃你這個要減肥 加辣椒之後我想就 開胃了 開胃了 那我們的麵條特色是 你只去吃會吃到那個麵粉的香味 對 麵條 因為它沒有化學添加 對 所以它會吃到麵粉 天然的香味 那不然一般的麵是添加了什麼 澎沙或者是二氧化青 就是漂白水 所以你會吃到那個漂白水的味道 因為它都會把麵粉的味道 所以有時候煮那個白麵 會有一個奇怪的鹼鹼的味道 鹼鹼鹼 對 鹼鹼還是 OK 那我們就不放那些 所以就味道就是比較天然這樣 對 OK 所以的確可以少很多 或者其實問一下崔醫師 如果我們吃涼麵麻醬放少一點呢 當然會比較好啊 可是就沒那麼好吃嘛 就沒味道了對不對 OK 好吃的都讓人容易發胖 謝謝 張老闆 謝謝 謝謝 謝謝